无股东策略45 Shareholder Strategies 去年波克夏股价跨过了1万美元的大关 有几位股东跟我说 股价这么高对他们造成一些问题 他们每年想赠送一些股票给别人 但按照税法 对单一个人每年之赠予金额 是以1万美元为课税门槛 也就是说 这种赠送的价值每年若低于1万美元 是完全免税的 超过1万美元的话 则赠送者必须用掉其遗产 与赠予税终身免税额的一部分 如果免税额已用尽 就必须缴纳赠予税 就此问题 我想提出三种应对建议 第一个方法适用于已婚股东 根据税法 已婚人士每年可免税 赠送2万美元的礼物给单一个人 只要请配偶就该年度的赠予内容 签署同意书 附在赠予税申报单中就行了 第二个方法 无论股东是否已婚 均可以优惠价将股票卖给赠予对象 例如假设波克夏股价为1.2万美元 股东若想赠送1万美元给某人 即可以2000美元的价格 将一股波克夏股票卖给对方 注意如果售价超过你的免税额度 超出的部分仍给纳税 最后你可以和赠予对象成立合伙企业 以波克夏的股票为资本 然后每年将你在这家合伙企业的权益 赠送一部分给对方 赠送的价值随你喜欢 只要每年不超过1万美元 就不必缴纳赠予税 巡礼得提醒各位 采取任何特殊赠予行动前 请咨询阁下的税务顾问 在1983年的年报中 我们提出了对股票分割的看法 见尚结 我们的观点至今未变 整体而言 我们认为我们的股东相关政策 包括不分割股票 帮助我们集结了一群素质 称贯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 我们的股东 以长期事业主的心态 思考和行动 对公司的看法跟查理和我很相似 波克夏的股价 因此一直在一个贴近公司 内在价值的合理区间内 此外 我们相信波克夏的股票周转率 远低于任何一家其他大型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产生的摩擦成本 对许多公司的股东来说 有如一项重税 在波克夏是微乎其微 我们在纽约证交所的专业经纪商 吉米·马奎尔造势 技术了得 对压低摩擦成本肯定大有帮助 很明显股票分割 不会显着改变这种局面 如果我们因为分割股票 而吸引了一批新股东 还有了波克夏股东的整体素质 肯定无法提升 我们反而会上位低